今天三位年輕的有錢人 看過三位的身家之後 你就知道 他們其實自己還蠻努力的 但是他們並不就此停止 他們還想繼續加碼 你們真的不怕出去被綁架 我不怕 沒有 有搶搶在我們怕什麼 對啊 真的喔 他應該不要怕怕我綁架趴吧 他應該綁架我 真的要把他推出去 對啊 搶搶先 趴他 看如果攝影棚有人在等待 先抓搶搶 算了 搶在後面 歹徒應該比較怕我吧 我看他也不會好過到哪去 來 問加碼 問一下冠冠 你要加碼什麼 我剛剛講了講 我突然想到還有一件是忘了講 我家有個老房子 剛剛沒算進去 他在大安區有四十幾坪 對啊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都不懂說 這個價值在哪裡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爬樓梯的 然後可能浴室 有時候也沒有乾式分離 還會漏水的老房子 可是我只是不小心上網一查發現 在地方好像離捷運站滿近的 走路兩分鐘就到了 四十坪少收也三千多萬 而且應該不止喔 應該如果他那個地點 離捷運站的話 有度跟效益 他的使用強度夠強的話 沒有五千起不來 有那麼高 我們待會就去看你的老房子 文真救苦的豐哥來了 好不好 豐哥有現場有帶支票在市場 他連住都帶支票 我帶你去 走 那裕豐你要加碼什麼 我 繼續買每一股 因為我們 你看 主琳哥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已經是第二張囉 他原本製作單位跟我講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有 我有一千萬 結果他竟然給我算一算 他說這個美金算起來 只有九百萬不夠 當天晚上逼我又買了一百萬 然後我就買 製作單位叫我買 我就買 買完以後 然後烏克蘭就被俄羅斯打了 這是多 爸媽媽媽 我為了說這幾千塊的通告費 我先買了一百萬 然後烏克蘭跟俄羅斯就打起來了 哇賽 強強你還要拿什麼書來氣死我們 我這個是 我只要拿的是我自己自創的 我自己新創的這個 南模娛樂公司 叫做福利文創娛樂 什麼意思 你自己開了一家經濟公司 是的 現在經濟公司裡面呢 我的要求是門面 你看我的工作人員都是男生 門面通 各個都很好 然後竟然 你應徵面試的時候要看男生穿泳裝嗎 對 你怎麼知道 就是要有內褲 因為我可能之後 可能要幫他發一些不同的類別的東西 可能這個照片 或是要求可能要高一點 那當然我們這個團隊呢 也是有敬愛令的 我是不允許有女朋友的男生 來到我的公司的 好嚴格喔 本來就很嚴格啊 不然誰都敢打你關係 之後殺到我怎麼辦 所以這段來說是我的一個老闆 必須要拿出我的駕駛 這個是公司的制度 真的 所以我不允許 藥燒燒我 因為我懂得控制 對 就是 藥燒就是跟我就好 老闆狼在這裡就跟我就好 我也知道怎麼樣去拿捏這個火猴 那當然還有呢 下面的所有的一青一色的所有難膜 通通都是各個身高180以上 所以呢我這邊肯定要跟未來 跟凱文一領肯定拼了 我這邊呢 各位如果你們大家想要發好看難膜 就請你們第一個想到 福利文創娛樂 就是我的公司 最好的難膜都在我這裡 我跟你講我很敢講就是說 我是自己賺 但當然呢 我對我的公司的人 團隊 我也很敢給 只要他們為我盡一分心 盡一分心理 我跟你講我的稅都是我自己交的 他們都不用出去半毛稅 所以我相信各位朋友們 老闆娘有說了 對 含稅 含稅 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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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OK吧 這個也是 但是我還是要經過 大家來親一次看一下 我真的表現也是很高的啦 所以各位朋友們 你覺得自己長相不錯 優質的話 身材也不錯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團隊 好了 閉嘴 我們這個單元呢 看完三位的身家之後 其實人生的路很長 現在有錢並不代表以後有錢 觀眾朋友也不要太羨慕他們 我們要請三位老師啊 以他們的命盤來算出 誰是未來真正的大富豪 首先湯正文老師 根據守面相 誰會是大富豪 三個我覺得都很有機會 但是呢 我覺得韶文 還要等一下 怎麼了 可以了可以了 我也想要亞軍就好了 我也想要亞軍就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我跟曉強我們可以 我們不要那麼辛苦 我們不要那麼辛苦 沒有 我們就這樣子了 但是我跟你講 他只要等兩年而已 你不管他 他不管是面相體相 他應該看起來都是很 沒有沒有 他只要等兩年就可以了 兩年可以 兩年等得了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兩年後 反正這一兩年 我覺得你開始動了 會想要買房子的念頭 你可以買 而且你未來也會買到 跟他的後 後程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 如果你願意這15年 到20年好好打拼 從現在開始 兩年後 財富會很快看到 好那 你會隨著我們的 裕豐哥的腳步 會很有機會 好 明天開始帶支票出門了 沒有 那我個人會選的話 但是如果說 我們當不看 剛剛的資料狀態的話 其實裕豐哥確實呢 是實至名歸啦 對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裕豐哥的這個面相有沒有 你看他面相呢 他的鼻子呢 確實也蠻大的 可是大鼻子呢 他鼻子跟張學友的差不多 對 但是呢 不代表大鼻子一定有錢 還要配合什麼 嘴巴 你會發現他的嘴巴呢 是比較屬於外擴的 然後也比較有肉的 代表什麼 想要有錢 而且呢 他也會什麼 掌握財富 因為嘴巴呢 是代表賺錢 跟所有的慾望 坐在 好那另外來講的話 裕豐哥呢 他的這一個呢 耳朵 有沒有看到 他這有很多的痣 而且他耳朵很貼腦 是耶 他耳朵很貼腦 耳朵有痣怎麼了嗎 耳朵有痣的話呢 他對於他自己本身 未來要做什麼事情 他腦子很清楚 然後另外呢 他的這個個性 因為他的鼻子很挺有沒有 然後呢 他的眉毛 有沒有看到 他的眉毛 還有他的耳朵 從他這個耳垂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他的這個鼻頭下來 耳垂呢 是有一點往他的這個 鼻頭這邊吵過去的 還有往嘴巴吵過去的 對 代表什麼 明珠朝海 對 明珠朝海的人呢 其實本身就很有這種 我們說 大尊力槓 對 掌握到機會的話 絕對不放棄 絕對不放棄 我待會就把官官帶走 今天他家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對 我想嫁給你喔 官官其實未來會沒有機會 男生的手 這一塊要大一點 但是呢 玉峰哥的這個 手指頭呢 跟手掌呢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五五波 太短了 不是 不是 土行手 土行手 他是土行手嗎 比較偏土 就是都是短 不算不能說短啦 甜不辣手 都是剛剛好五五波 嗯 女生的話呢 如果是手掌比較小 手指比較長 比較會有錢 男生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看這個地方 越寬越有 其實呢我覺得 玉峰哥拿的是十字名歸 因為他手上 你看我們之前有講過喔 你的手裡面呢 有一個田字文 他有一個很大的田 我都沒發現 要看好喔 要看好喔 他的田那邊有沒有 你要這樣看 這樣子 中間一條線 有沒有 這樣看得出來嗎 對 這可能要畫出來有沒有 有一個田字文 而且他的田很大 喔 他是大田 對 對我們有的是小田 對 所以這個 真的就是 有吐司有財的概念 OK 謝謝阿湯老師 好 來謝謝阿妹大老師 根據星座的命盤 他們三位 你覺得誰是財富王 我也是糾結考量了一陣子 那一定要在三位富豪之間 選出一個 真的很為難 真的要選的話呢 我會選強強 是喔 我們可以從星堂來聊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強強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 未來的富豪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聊一個觀念 就是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會覺得 嗯 靠爸爸 靠家裡 會覺得好像這個沒什麼 但我覺得錢怎麼來 不是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是我有錢怎麼花 這個才是我們覺得 可以去討論的 是 那俗話有一句俗話說嘛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好大家聽過這個 你知道這個典故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劉姥姥進大觀園 你知道那時候 大觀園就已經沒落了 然後呢就是 然後那個鳳姐 就拿了二十兩銀子 給劉姥姥 因為這是沒錢了 鳳姐覺得很沒面子 很窮困了 可劉姥姥她二十兩錢 可以過一年 你知道就是說 不同的這個起跑點 有時候他們的這種 一些考量可能真的是不一樣 是 所以我們看牆牆的星盤 你知道從星盤角度來看 如果你對占星學 只是粗略了解 你會發覺牆牆的星盤 有個很重要的特質是 它的土星 跟它的這個上升點 非常接近 有的人會直接這樣斷論說 你這是一個窮土的命 或是你會很辛苦 但是這個我們講說 這是一種可能 可是你進一步看 牆牆的土星 土星剛好是上升摩羯 跟第二個 我們說跟財富有關的領域的 守護星 那這樣子就是有這種 翻盤的一個影響了 也就是說 牆牆是那種錢 會自己來到面前的 然後就是說 它有時候不用為錢煩惱 你會不會覺得 我最近有點拮据的時候 欸 錢就來了 對 就是我姥姥老師 這樣跟我說 但在牆牆不用太鐵心 為什麼 它確實是靠爸爸 或靠家裡 我們說呢 你看太陽 太陽是一個很重要的星嘛 太陽它落在 第四公金牛座 這是一個跟家庭有關的公位 因為這牆牆在家裡 不管爸爸對你多嚴格 但他是重視你的 而且家裡基本上 本質這個財富是不差的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影響喔 像因為牆牆的太陽在第四公 對你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人 可能我們節目上 他的一些效果 你說是因為職業的一個表演 但本質上 如果我們要講三位來賓 對自己的自信 牆牆真的是沒話講的 好 就是某個層面 像這個遇風哥或是關關 你們會覺得我有錢 我才有安全感 牆牆本質沒有太大的 這樣的一個考量 對 那你知道 我們不要講說 這個宇宙能量啦 就是佛法也說萬法由心造嘛 或者是一些新時代的思想說 你怎麼想會創造你的世界 你會覺得我是富裕的 我是有自信的 基本上那個錢才不會差 不會少的 好 那栽心學我們可以看金星 這是跟金錢有關的 常常的金星在牡羊座 好 但是旁邊有一個 我們比較少討論的一個幸運點 好 某個程度 確實他的錢 就是有一種他的幸運 好 然後呢 木星也跟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金錢有關嘛 木星他落在第六公巨蟹座 巨蟹座又回到跟家裡 一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他的錢很多 真的就是來自於家裡面祖先的 但我覺得這個起跑點是非常好的 好 最後我們看流年的影響 牆牆的流年盤呢 我們觀察到流年的土星 即將進入到第二公 一樣的很多人會說 土星進第二公代表你會沒錢了 你的經濟會拮 我覺得這是一種表面的 你可能會暫時覺得 我好像錢要比較的這種計算一下 可是像我剛剛講的 牆牆你的土星 剛好是你第二公財富的守護星 所以土星進第二公表示 對你來說 未來的 因為還有其他流年的一個影響 你對未來五年到十年 是你真的是 翻身到另外一個宇宙的關鍵期 好 就是說 一樣的強強 你會去創造很多的機會 那這樣子我覺得 在未來不要忘記 我們錄過這一集節目 大家對你的這個照顧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來創造新的 通通都是我管制的統治之氣 對 記得帶著我們飛 這是我投給場場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阿美老師 根據紫薇命盤 來說說 分析一下他們三位 然後順便說 誰是我們的財富王 OK 好 當然我每次看過 只要在職位併盤對不對 那依照節目的角度來說 目前已經有兩個人 已經第一名了對不對 所以關關的那個眼神 就是看著我 就是非常的苛求 很期待 這個答案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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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依照我們節目的 基本邏輯來說 我們一定會給大家一個 很清楚的交代 對 那關關這部分 你可以先休息沒關係 休息 老師 那我先說 是因為你的對手太強 不是你太弱 是因為旁邊兩個對手太強 對 這個說法 這是重點 因為他們兩個其實真的很強 好吧 那剩下這兩位 誰是我們的財富王呢 我選出來的是 遇峰哥 對 一樣是我們遇峰 抱歉 我沒辦法那麼辛苦 我有難磨點 這個節目要躲 我可以簽那種嗎 還有我的事嗎 等一下 對 OK 但大部分應該這樣講 搶牆的部分來講 真的是天生的財運好 所以其實過得比較舒服 的是搶牆的部分 那真的是 遇峰哥是靠自己的能力 包含自己的判斷力 跟自己的決斷力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剛剛講的 我們這樣 遇峰哥的命工 是不是本來就有欺煞跟路程 所以代表說 他在自己的理財上面 跟投資上面 是一個敢衝敢拚的一個狀況 因為旁邊有路程就代表說 是一個穩定型的拼搏的狀態 我用穩定的方式去做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去把我自己的事情給完成 但他的命牌 有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命牌上面很重 比如說 除了命工的本質之外 還有我的財運上面 到底是好還是壞 那其他的財運上面 是不是有個貪狼 跟他下面有個小的拳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看到 畫拳 對 那旁邊有個左斧 貪狼其實這邊叫做偏財運 所以偏財運叫做額外的機會 而全叫做會有貴人幫忙 就是旁邊會有人 很多人給他東西 左斧叫做額外的多 所以很容易在 不只是單純自己的工作上面 很容易在自己的財路收入上面 會有其他的點會幫忙這樣 然後他最主要是 他的對面的牽移工 牽移工在外面叫做 我出外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對我來說會最順 他有一個的五曲跟天府 五曲本來就是最大的財心 他下面畫了一個路 路也是錢 所以五曲是錢 路是錢跟房子 天府是所有命盤裡面 房產最穩定的 房地產最好的 所以一出去 我就把這兩個扛在這邊 但旁邊又來一個右臂 右臂叫做 剛已經有個左斧叫 會多了收入 右臂叫做 會有更多人 在外面的時候幫助到我 而旁邊又有個天魁就叫做 我很容易遇到大的貴人 在幫我拱起來 所以我一出去就覺得 每一個人感覺都在抱我命牌 每一個人感覺都在幫我提升分數 最後是官路拱 做事情方面 又有個破均跟文曲 就代表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不管他在工作上面 遇到的貴人 有個文曲叫旁邊 會有貴人幫忙 外面會有大貴人 財富收入有大貴人 而自己本命格 願意衝 願意賭 但是願意很有遠見 所以整體合起來 它基本上是無敵的 而且在未來後面的運勢上面 在命牌上的顯示是 遇風哥還沒有好運過 他的好運還沒來過 還沒走到他的大運 遇風哥會感覺是 他前面其實很累 他其實很辛苦很累的 慢慢拼過 他前面運不好 可是從大概三年後 遇風哥會達到人生的巔峰 而且會只會往上走 對我好一點 所以遇風哥的老運太強 強強的老運已經夠好 但遇風哥可以靠自己 在後面的 像45到54 55到64 65到74 75到84 這一塊 全部都是往上走 所以他只會往上走 所以我接下來 我接下來老也會好囉 老一定好 那這樣子好了啦 這邊有一張給你好了啦 我先救你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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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救股 他送給我了 沒關係 再分股票就很多錢 真的分房地 你所有權賞 我的天啊 我也要 不管是找同事 我們要 你去找爸爸啦 你去找爸爸 先喊給我 先喊給我啦 那我 菸極段 三小段 好之前喔 孫冠加油 對 所以整體來說 不管是本命格 跟運勢上面 遇風哥基本上 後面是無敵的 所以沒有辦法 他一定是第一名這樣 Oh my God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哇 爆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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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霸解他耶 這個好一點 接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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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